單車節技術測試 港隊代表有貼士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破風making of 而是接下來10月單車節 首層35公里挑戰組的技術測試 參加者要用大會提供的單車 完成兜圈測試 兼16秒內不落地 完成紮佬掉頭 有幫助 如果你去不到這些位置 你上公路也沒用 真是沒意思 換了一輛這樣的車 都要一些時間去適應一下 其實在安全的立場來說 未必是一件好事 有人就踩在那裡有 我們就找來前港隊單車代表 實地觀察一下場可以不可以 他又有上落車 還有幾個彎道 都比較像準備接下來單車節的場地 他就說難度不算太高 但始終都是香港第一次搞公路賽 35公里挑戰組 還可以踩上青馬大橋 是風景就一流 不過有甚麼要注意呢 駕駛的車板 因為側風大的時候 可能踩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有些動力 除了要小心公路的凹凸位 和路駁 還有不要無尼拉閉 玩得駕駛 隨時炒馬碟 讓他教你兩招 譬如指著左邊 你就視义可能向左邊走 如果右邊 用手指指一指 右邊 地下如果有東西 會指著地下 你有想叫人超前的時候 手可能輕輕地 背一背地叫人上來 大家可以趁著未來一個月 多點練習一下轉彎姿勢 而未來星期六 就會是第二場測試 大會說 如果見你緊張出手 都會給多次機會 加油啦